2023年8月15日 三上尤亚在暗黑帝国S1发表完最后一支作品 次日举办三人岁生日会 宣布正式从业界退役 12月 T-Powers的天后忧天忧 突然注销了全网的社交媒体 包括Twitter IG 以及有大量粉丝关注教学瑜伽的YouTube 而更早一些的6月 湘子男小姐在采访时也曾落泪哽咽 宣布即将退役的消息 就当办公室的小伙们为了这些噩耗悲痛不已时 老杨拍了拍大家的肩膀 默默地打开了繁杂的排行榜 对小伙子们说道 从此山水不相逢 不问旧人长一段 少年啊 珍惜眼前吧 我抽空瞄了一眼榜单 9月撞眼和10月榜眼 意外的居然是同一位新人 打开介绍栏 其简介赫然写道 原宝种歌集团花族演员 整个办公室沉默了一分钟后 身边的同事感慨 这是本世纪我看到的最荒诞的事排第二 而当我陆续查阅完资料后才明白 宝种宁下海 这对日本社会来说是多大的冲击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国民歌舞团 日式百老汇 大和夫子的标准模板 财阀扩带的培训基地 保重歌集团 1907年 此时的日本正值明智维新末期 整个社会全面西化 低头搞经济 成为了国内的主旋律 老话讲 要支付先修路 在全国上下 狠装经济建设的背景下 山梨县的一位名叫小林一三的男人 正在为自己的KPI发愁 作为一名清英大学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手握工程学和管理学双学位的小林一三毕业后 如愿地进入了三井银行 凭借着顶级作题家的天赋 34岁就被提升为东京总公司的调查部部长 并深得上司赏识 其前任老板 严下轻轻 在大阪创办了北冰银行后 对其说道 小伙子我很看好你哦 要不要考虑跟我来大阪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岂能郁郁九居人下 我投资你 咱再弄个证券公司吧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最不可信 男人的嘴 女人腿 以及老杨说的月色真美 就这样 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小林 被前老板忽悠的惨遭35岁优化 人到中年脱气带子 背井离乡 眼瞅着又混不下去了 小林对前老板说道 老板啊 创业风头我不琢磨了 但你好歹也给我个犯折吧 我可知道你的软肋啊 兴许是老板良心发现 也可能是软肋生疼 对其说道 小林啊 咱俩谁跟谁啊 有我暴身赤肚 必须让你吃糠咽吐 呸 不是怕你须不受补吗 这样 咱银行刚刚收购了一家电车 这可是核心资产 大国重器 你就去那儿主持工作吧 等小林到了地方一看 果然够核心 说是电车铁路 线路一条 站点七八 周围是茂林修竹 风景如画 除了没人 哪儿哪儿都挺好 但这他们可是电车公司啊 周围没人 这工作还主持个屁 但本着来都来的想法 总得试试吧 于是小林琢磨道 目前提升公司的收入就两条 要么提高收费 要么增加乘客人数 这年头 前有开国原心造反 后有马霞海战 大卫重信那帮虫子 都把税收到90年以后了 涨价去库存 咱就先不操作了 还得先研究研究 怎么增乘客人数 目前乘客少 主要是铁路沿线人口少 那么把人口都招过来 乘客人数不就上来了吗 但考虑到 推进当地的产业发展 增加就业岗位这种指标 对于自家公司来说 略显超纲 因此 小林把目标放在了旅游业 这样的好处 除了门槛低以外 游客一来一回 铁路还能赚双份的车票 底层逻辑成立 上层设计合理 开整 1913年 小林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自家铁路的终点站 兵库县保总市 建立了保总温泉乐园 餐饮洗浴一条龙 休闲娱乐一体化 万事俱备 就等着火车 拉着源源不断的游客上门了 结果就是 火车按时按点 游客未曾露脸 过了半年 董事会对小林花大钱 办杂事的行为 提出了一点小意见 勒令小林拿出方案解决亏损 否则就是更换方案解决小林 被KPI压得掉头发的小林 复盘了现有场景战位 横向对比友商项目经验 发掘自身现有成果 主要是未能打破行业壁垒 且较至东京大阪等成熟市场 不具备颠覆业态的基础 因此未能触达消费者心中痛点 因此 本着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有我变的基本方针 项目积蓄全新的娱乐方式 赋能传统的铁路客运 以此 强品类 卡任之 战场景 翻成人话就是 温泉乐园这玩意 东京大阪周边有的是 你啥特色都没有 凭啥让我千里迢迢跑到冰库县泡道 因此 想要拉动客流量 得整点心活 而小林整的心活就是 把温泉室内的大池子 填一半 改成舞台 然后找艺人来表演 一开始的演出形式多样 内容不限 什么能剧 落语 歌舞 能上的都上 演员也搞个赛马模式 较好又交错的排片多 没啥人看的 直接莫为淘汰 这样一轮筛选下来 小林发现 呵 男人 一会儿说喜欢高雅艺术 一会儿说喜欢深刻内涵 结果统计市场数据一看 呸 最喜欢的还不是看着年轻的妹子 在舞台上唱跳Rub 从此 小林开始不拘一格的用人才 放出口号 不要学历 不要经验 不要技术 总之一句话 保重大舞台 够胆你就来 1913年8月 小林集合了17名少女 组成了保重歌唱队 并开始了系统的演出 当年的每日平均观众人数 约1100人 因为温泉新顾客可以免费观看表演 观众不断增多 以至于温泉乐园 后来把自己另一半池子也给填了 澡堂子直接改剧场了 等到1914年 团队扩展到52人 于是成立了兼顾表演和培训的 保重少女歌剧养成会 演出场场爆满 温泉乐园名声大噪 铁路公司也凭此得到了络绎不绝的游客 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这里提一嘴 这个铁路公司现在还存在 如今名叫 半级电铁 小林一三也就从此平步青云 由商界踏入政界 先后出任了商工大臣 国务大臣等要职 而拉开舞台大幕的保重姑娘们 也即将开始他们的百年闪耀 与其他的大型个务团不同 保重团硬性规定 全员必须都是未婚的年轻女孩 他们以清正美为座有名 分别代表清纯 正直 美丽 随后几年里 保重团会每年都在Paradise 和工会堂举办四次公演 时间对应春夏秋冬四季各一次 等到了1918年 保重团登台了东京帝国剧场演出 并在同年创办了官方杂志 歌剧 短短五年 保重少女们从当年的香春澡堂演出队 迅速窜红成为了帝国歌舞顶流 并且由于演出的稀少型和话题型 叠加参会人员多为财阀勋贵 保重团的演出门票 一度被认为日本上流社会的入场卷 眼看着路径跑通的小林对着管理团队高呼 兄弟姐妹们 咱们这火速出圈大概快上 复制粘贴啊 一年只有四场大型公演怎么行 观众们呼声那么高 你们难道听不见吗 什么 人手不够演不过来 这叫事吗 人手不够我家人啊 观众敢买票 我就敢开罗 而团队迅速扩张的后果就是 演出质量迅速下降 在观众们看来 你们剧团敢把票卖那么贵 演出就必须是顶级的 跳舞跳舞慢慢拍 唱歌唱歌唱不去 你以前不是号称一六十连拍吗 你的承诺 什么承诺 你的大家 你自己开发 在连续出了几场演出事故后 愤怒的观众 喊出了剧场里最害怕的一句话 你们退去 在面对观众汹汹声讨后 保重剧团不得不道歉停演 但是拒绝退票 退票那不可能 随后团队内部开始复盘 得出结论 咱得开源节流啊 开源指的是 以前招人都是社招 团队磨合 难免耗食 这次 咱们开始开办内部培训学校 为此 剧团创立了日本近代史 最出名的女子私立名门 保重音乐歌剧学校 学校课制 分别为预科一年 本科一年 研究科 所有学员 先从社会海招 分别考核形体 声乐 气质 颜值 确保每样都是同龄人的顶尖 除了个人自身条件外 这些女孩 每年还要缴纳超过200万日元的学费 在这些指标之下 能进入保重团的女性 无一例外 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名门白富美 并且其录取率仅为4% 而同期的东京大学 录取率为4.8% 而杰流指的是 过去 咱们团内 全部成员 必须为未婚女性 甚至连男爵 都有女性反串演出 可哪家少年不勤狂 哪家小娘不爬墙 姑娘们 总归是要长大嫁人的呀 出格即出走 既然如此 咱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恋爱等于不结婚 不结婚等于不退团 但禁止恋爱这种规则 如果放在明面上 有侵犯人权的嫌疑 那么 咱们就换个潜规则 一旦发现队友恋爱 换下CV 停止培养 边缘处理 快速一键三连 淡出观众视野 咱们要充分发挥 老同志纯帮带的作用 让姑娘们 生于私 长于私 老于私 这条规则 后世百年 在东亚中日韩娱乐圈 充分发扬广大 时间来到了1921年 随着保种音乐歌剧学校的 第一届毕业生走上舞台 保种团彻底达成了 人员数量和演出质量的 双线腾飞 团队以此为契机 将工业扩大至一年12场 另外 为了保障演员休息 歌剧团分为了花组和乐组 两组轮演轮休 后续随着剧团的扩张 又分别增设了 学组 星组 咒组 以及专科组 这里说一下各种特点 其中花组 舞技突出 乐组 演技最佳 学组配合最好 星组 以唱歌建长 咒组成立最晚 成员来自于四组抽调 没有鲜明特点 但如果硬要说的话 成员个子不变较高 老杨戏称其为 腿组 至于专科组 则为团队辅助 充当演出配角 2014年 保障迎来了 100周年纪念演出 两大剧场 合计观众人数超过200万人 连续三年上作率 100% 那一夜 霓虹闪烁 舞台中央 大学满精华 谁人不识君 而保重娘三子 引起严苛的选入标准 完美的气质形象 精湛的业务能力 被誉为 日本当代女性的完美典范 那些当红学员毕业后 要么继续在娱乐圈发展 比如梁峰珍史 大地真央 产力 黑木桶 以及日语女王 天海又夕 要么嫁入豪门 比如现如今的 丰田少主的未婚妻 别是号称保重 小贺本的 新兰童 110年来 一代代的保重娘 为了梦想刻苦训练 最终在华丽的舞台上 绽放自我 当灯光熄灭 目不落下 梦想这些华丽的袍 终究爬马的狮子 作为传承过百年的 日本女性最高艺术殿堂 保重歌剧团 在今年却不太容易 短短的一周内 保重连续遭遇了公关危机 两位年轻的top演员 接连爆出新闻 其中一位 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 而另一位 则是选择了踏入暗黑界 连续的悲剧 引发了人们对于 保重歌剧团的 另一面的质疑 新闻的两位主角 一位是来自于 咒诅的 有爱记忆 他于9月30日 在去剧团排列的路上 选择坠楼 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他倒下的地方 正堆着保重剧团的大门 而在前日 有人关心其境况 他笑颜如旧 口称无碍 而成年人的崩溃 往往以一句 没事结尾 因为他们自己知道 自己的残局 也许只能自己收拾 另一位主角 则是来自于 花族的英月乃亚 其于10月正式公布 签约暗黑帝国SOD 以朱恋生为一名 出道暗黑期 更让人震惊的是 两位新闻主角 并不是剧团中的小透明 其中英月乃亚 作为14年 考入保重的舞蹈天才 是花族的舞蹈top 而有爱记忆 更是咒诅的新剧女王 两条震撼国民的新闻 前后间隔不到一周 在众人金额的背后 保重团 华美舞台的等级压迫 男尊女卑 校园霸凌等事迹 渐渐浮出水面 2017年 有爱记忆 凭着着优秀的 艺考成绩 考入保重 并且由于能力突出 很快担任其主要角色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实现梦想的背后 还有着残酷无情的现实 在保重剧团内 严格遵守的等级 分明的前后辈制度 新生们 不仅要给师姐打砸跑腿 还要忍受孤立和霸凌 凌晨叫到排练室 静坐不许睡 上场前被剪坏演出服务 化妆品 参卸妆水 种种手段 让有爱记忆和许多新生们 忍无可忍 其中很多新生选择退团 而有爱记忆 则为了梦想 选择咬牙坚持 但是 随着有爱记忆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发出了求救后 遭到霸凌者持续的报复 最终 有爱记忆在疲惫和绝望中 选择了自杀 这些事实 在后续被媒体一一曝光 但保重的管理层 对此情况完全矢口否认 甚至反咬一口 称媒体是为了流量编新闻 就在新闻持续发酵之际 仅仅间隔不到一周 保重的老原家 暗黑玉三家SOD 发布新篇预告标题 名为 国宝级女神退圈祭出道 助恋生 而这其实已经是保重娘 第二次投身暗黑截了 而上一个以如此方式 报复保重的姑娘 名叫陵木玉子 陵木玉子作为96期学生 于2008年考入了保重 由于长相英气 才华出众 陵木玉子成了男意预备 这里科普一句 保重剧团的角色 分为男意和娘意 但全部由未婚女性担任 一般在学校期间 按照身高形象 声音每个人 就已经确立了 自己的角色定位 由于担任男意的女孩子 通常兼顾了女性的柔美 和男性的英气 在日本被誉为 走出二次元的完美王子 并且由于稀缺男意 在保重剧团中 一直是绝对的核心 但陵木的才华 引起了前辈的霸凌和孤力 在求助校方后 却被校方反向开除 面对明晃晃的偏袒 陵木愤而起诉 虽然最终打赢官司 校方撤销了学校处分 并赔偿了一千万日元 但曾经才华横溢的陵木 却早已身心俱疲 并患上了躁愈症 离开法庭后 他没有选择重返学校 就此消失在了大众事业中 2013年 就在保重喜迎一百周年之际 陵木选择了签约SOD 投身暗黑借义报复母校 SOD本着看出病 不怕官司大的心理大肆宣传 但最终 在保重强大的公关下 影片被终止发售 同时 为了掩盖霸凌身相 校方重用967 最终提拔四名TOP 来堵住悠悠众口 十年后的今天 当年看着陵木学姐 复仇的英月乃亚 重新踏上了暗黑帝国之路 而作为讽刺的是 英月乃亚采用的 出道一名朱恋生 为亲母亲原名 妄女成凤 嫁入豪门 与子女而言 究竟是期盼 还是诅咒 无人知晓 如今 关于保重的争论 依旧继续 正方认为 保重身为 日本女性艺术性 最高的百年剧团 在舞台上 能够绽放光彩 诉说新生 在日本这种男权社会 已经难能可贵 江湖市井 风尘之中 少不了盈盈狗狗 这世界上 哪有什么盛结无瑕 一切不过是 利弊之下的妥协罢了 反方认为 这种高强度 高距离的训练 男权的洗脑 目的不仅仅是为了 培养出好的歌剧演员 更是为了塑造 男性心目中的 清纯的完美女性 要知道 保重剧团 众多绰号中 最出名的 除了国保剧院外 另一个则是 新娘学校 BBC纪录片 曾对退团后的 保重娘进行了采访 姑娘们提到最多的词汇是 梦想和家庭 她们执着于梦想 渴望于家庭 其余两者之间 滋滋苦苦 跌跌撞撞 有的人柳暗化明 有的人坠入深渊 我个人特别喜欢 一句电影台词 梦想让生活 变得难以承受 但是如果梦想破灭 生活又该如何继续 人们总是抬头 仰望着保重娘 在舞台上的耀耀生辉 那些华美的服饰 炫目的灯光 迷幻了人们的认知 似乎大家忘了 这些拼尽全力的 也不过是一群 二十来岁的小姑娘 她们半生 都为了这个舞台而活 但我们这些看客 应该知道 她们的一生 却不止只有这个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